全球第一線邀請到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立林醫師加入討論 醫師午安 主持人午安 各位觀眾午安 好 林醫師想要繼續帶您 請你有感染科的角度來看印度的疫情 現在WHO提出警告說 當地流行的是印度的變種病毒B1617 他說它的生長速度更強 甚至年輕人重症住院的比例也變高了 到底印度的變毒株的特徵到底是什麼 這會是加速印度疫情惡化的原因之一嗎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是跟大家說目前資料其實還不夠 經過了一個禮拜 幾天 我每天都在關注 其實還是一樣 資料不夠多 因為整體印度非常大 他們目前已經確診的 跟真的去做病毒定序的比例 還是差太多 所以很多地方我看到了非常多資料 有些說是英國變種比較多 有些是說這個所謂的印度變種病毒比較多 我覺得值得觀察的是Dr. Fauci 剛剛也有在新聞裡出現 美國的佛奇醫師 他上禮拜在白宮的記者會 有針對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幾個重要的變種病毒 一一解析 當然包括現在大家非常關心的印度變種病毒 因為印度變種病毒 它的所謂的雙變異 大家在新聞上會看到這個詞 它有L452R 還有1484Q 這兩個變異 它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免疫力 還有它的感染力 疫苗對它的免疫力 佛奇是這樣分析的 L452R其實就是加州變種病毒 我相信大家之前對布陶一案印象深刻 那個是從加州回來的 那一次我們指揮中心就說傳染力比較高 大家應該記得 佛奇是說後來根據研究 大概傳染力是比原本的病毒高20% 就是1.2倍左右 我們知道英國變種病毒大概是1.5倍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的比例 然後另外是會不會容易致死 其實現在我還沒有看到具體的研究 我覺得現在初步的這些研究都是剛剛出來 是不是年輕人比較多 是不是致死率真的比較高 我覺得這都還要更多證據 佛奇醫師還有提到的也是1484Q 因為我們知道南非變種病毒 就是發生在484這個位置 雖然它是1484K 不太一樣 所以到底這會不會影響免疫力 那有一個初步的結果 Dr. Fauci是跟我們提供 他說因為印度自己是疫苗大廠 大家應該知道 他們自己本土做的一個疫苗 我不是說AZ 是本土做的一個疫苗 初步看起來在印度當地的學者 說對印度變種病毒還是有效的 所以佛奇醫師是覺得應該 疫苗本身是沒什麼問題 這是稍微比較好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麼林醫師 另外我非常同意 我剛剛非常同意 剛剛佛奇說 現在印度要做的事其實是類似 中國大陸的嚴峻的 簡單說就是封城兩個字 lockdown 你現在打疫苗 其實救不了這一波疫情了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疫苗產生 免疫力需要時間 可能要至少14天之後 或是打兩劑以上 兩劑後的14天 所以這一波你已經來不及了 當然打還是要打的 可是現在要 讓他能在最短時間內封鎖下來 就是嚴峻的封城 然後整個鎖國一陣子 讓整個流行曲線掉下來 這是他們目前 唯一應該做的事情 我非常同意佛奇醫師的看法 好 那麼林醫師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看到 在日本他們就要迎接 奧運的進行了 但是他們的疫情 依舊還是反反覆覆的 在上升又下降 上升又下降 到底日本目前 如果說他們進行奧運 是可以在安全無欲的情況之下 進行的嗎 還是說其實也沒有這麼樂觀 這個其實最近真的 日本也討論很多 因為大家知道 日本從關西為首 這次關西金板神比較嚴重 東京還好 可是雖然還好 只是終究還是一波 疫情又起來 剛剛有提到黃金周的問題 我也有感受到 這次黃金周 真的比較關不住人了 很多人都還是趁這個時候出去遊玩 新聞中剛剛有提到 這一次人潮減少的量 遠沒有一年前多 當然大家知道 現在日本已經發布過三次緊急事態宣言 這次目前看起來效果在前兩次之間 因為我覺得日本現在也是整個新聞都在報 這一波好像是因為英國變種病毒 他們很擔心 如同剛剛我們討論的問題 會不會年輕人比較嚴重 死亡率比較高 這個大家都在擔心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大家提起警戒的效果 沒有上次效果那麼差 可是也沒有一年前那麼嚴重 所以到底奧運能不能辦 最近日本真的蠻多討論的 他們最近有一個聲音是 再怎麼樣下下策 大概辦還是要辦 可是要辦那種沒有觀光客 就是沒有觀眾的 無觀客的比賽 就如同現在很多世界的體育賽事 其實就是只有轉播 現場完全沒有觀眾 這個是最下下策 至少他們可以賺到轉播權 然後現場沒有觀眾 防疫的風險當然比較小 像剛剛新聞中描述的 你讓非常嚴格的檢疫 就像現在NBA的比賽 其實也是在很嚴格的檢疫之下進行 然後很常檢查選手 然後有非常嚴格的 等於是把大家關在泡泡裡 想讓這些選手先來到東京 然後他們在泡泡裡面 然後都有打疫苗 類似這樣很嚴格的措施 我想奧運辦是辦得成 可是當然原來日本期待的這種 相隨之而來的經濟效益 大概就完全損失了 他們已經早就決定 不會接受外國旅客進來觀賽 那現在是連本國旅客 他們可能都考慮不要進場 或是進場的人數設限 我覺得這對奧運會影響非常大 那麼林醫師 現在在日本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您剛剛提到說他們都是加強檢疫 不管是在賽事還有旅遊這方面 可是在日本的東北有個最大的 郵輪飛鳥2號 有一名乘客確診了 但是明明他們出發前都做了PCR檢測 但是再度登船的時候 又再呈現陽性 這是不是顯示 郵輪旅遊的風險還是相當高的 這個其實在意料之中 就是比方說你上船前 雖然都做過PCR 就如同我們近來都有入境3日內陰性 可是問題是這個病毒是有潛伏期的 已經經過一年大家應該非常了解 所以日本又是疫區 所以你一次PCR陰性不代表什麼 你可以在之後發病 在船上發病 然後有可能傳給別人 所以這其實不是意外的事 只是相對於一年前 鑽石公主號的慘痛的經驗 我想現在日本應該會比較知道怎麼處理了 主要就是不可以讓這些人就地隔離 因為船上是不適合隔離的環境 而且現在其實日本是連社區都有案例 他們不會那麼擔心說 這些人疏散到哪裡又污染哪裡 現在沒有這種考慮 所以因此我相信他們這次會處理得比較好 這我並不會太擔心 是 那麼林醫師 其實我們來看到國內的情況 週末的時候新增了4例本土病例 並且有不少的確診者在上週 他們的疫調結果也出爐了 到過雙北市 搭過公車 坐過捷運 現在也有感染科的專家黃立民黃醫師 提出了他的見解 他覺得現在台灣已經進入了社區感染 但是指揮官陳時中 他覺得我們還在邊緣 還可以再努力一下 您要怎麼看這一波 由防疫旅館引發的疫情 這次其實真的 我大概不會很廉價的說 這是我們這一年以來 面臨最嚴重的考驗 可是我會跟大家說 他這次對我們社區的威脅 不下於布桃那一次 首先你絕對感染人數 其實已經超越布桃 另外是對我們社區的風險來說 你要看到底有多少人已經確診的 然後在社區已經趴趴走 讓我們社區呈現風險 上次其實也很多 我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桃園美食家 一個美食的風險的行程 這次有非常會玩的阿婆 開車去阿里山奮起湖 然後我們這一個禮拜 其實社區已經暴露在各種風險中 已經發生了 像是清真寺 剛剛說的嘉義 然後昨天擴及了台北 新北 然後桃園當然足跡非常多 所以這些在在都已經是 過去已經發生的風險 他是要驗收我們社區的防禦網 到底夠不夠強 那還會不會繼續發生 我很同意黃醫師說的一點 黃醫師有說一句話 接下來的兩到三週 是非常關鍵的時候 重點是會不會出現一例 完全找不到來源 找不到關係鏈 跟我們現在看的這些諾富特還有機師 完全找不到關係鏈的社區感染 這個器人我們其實也發生過了 總共有11例 現在假如又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真的就是警報要大大響起 那個真的就是正式進入社區 然後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緊張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還差一步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布陶雖然也緊張 我們也有很多社區足跡 要大家注意 可是那一次終究從頭到尾 沒有出現社區的任何一例 是跟布陶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那一次就隨著這些匡列的人 家人會陸續確診 這個不意外 那慢慢的人數變少之後 這整個風險就降下來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要驗收 我們之前兩個禮拜 還有從現在開始 大家到底口罩戴得好不好 有沒有勤洗手 做這些最基本的工 到底是不是做得好的驗收的時候 老實說我是有點擔心 因為很明顯 我在社群問一下大家 大家最近似乎都有比較輕忽了 特別是我覺得中南部的朋友 可能因為比較熱 然後口罩戴不太住 像是這一次行中已經有到嘉義 到北港 我覺得這個要非常小心 不能掉以輕行 好 我們謝謝林醫師的分析 不管是從印度 日本還是到台灣 疫情在疫苗還沒有全數施打 打到群體免疫之前 大家真的要戴好口罩 請洗手了 謝謝林醫師今天中午 將我們的分享 有機會趕快打打疫苗 我已經要我媽媽去打了 是 是 好 我們謝謝林醫師的分享